娱乐圈中明星之间的感情就是个圈子,绕来绕去错综复杂,光是教主黄晓明的情史就数不清。 当年黄晓明和秦岚一起出演了《还珠格格》,在剧里是没什么交集的,但是私底下早就已经按许放心。 只是当年秦岚还是身为湖南台热捧的人,为了让她更好地为台里赚钱,就签订了一份条约。 内容明确规定了秦岚在合约期内是不可以谈恋爱的,否则将要赔付千万,所以秦岚也不敢,明目张胆地和黄晓明之间发生什么。 2003年时,黄晓明遭遇车祸事件,刚一得到风声,秦岚就奔赴现场照顾黄晓明了,这时候两人的恋情就彻底地瞒不住了,秦岚就只好完成当时的跳跃,赔付了一千万的违约金。 在我们这些平凡人看来,为了谈恋爱是太不值得了,只是即便如此也难逃黄晓明的花心本色,秦岚实在受不了就选择了分手,这时候李芬才成功上位。 当年李芬的名气并没有多大,时至今日也比不过黄晓明,甚至是后来靠黄晓明上位的杨颖,她都比不了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芬和黄晓明一起参加节目时,杨颖在网上当众和李芬互私,只是因为杨颖手撕李芬是绰绰有余,她背后没有靠山。 而在2018年,杨颖和秦岚一起参加新武林大会时,同样是身为黄晓明的现女友和前任的身份,杨颖就显得毕恭毕敬多了,并且还心甘情愿地捧秦岚,不得不说杨颖看人下菜碟的本领还是很强大的。 秦岚的感情道路一直都不顺,黄晓明露川都是铁蒸蒸的事实,难怪40多岁却坚持不婚。 秦岚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,说到我的子宫不使用,貌似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,这话一出,就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浪。 不过这段话有不少女性都表示支持,秦岚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,其实和她的原生家庭,还有经历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。 秦岚出生自辽宁沈阳,这姑娘也是典型的直性子,她的母亲是一个女强人,看得多了。 秦岚自然而然也就刻入了骨髓,恋爱中的女人,智商都是附属。 秦岚为了黄晓明付出了千万,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,后来还有个大导演露川,和露川恋爱期间,秦岚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给露川拍电影,没想到付出这么多,还是难逃分手的下场。 秦岚大概也是看破红尘了,所以才一直不婚。 这么多年里,唯一不变的,就是专心搞事业。 2016年时,秦岚参与了一场现场版表演,当时秦岚饰演的是一个被非礼的女生,但是到表演的时候,秦岚真的被开油了。 画面中很明显地就能看出来,秦岚是真的怒了,转身就狂删了男演员两巴掌。 根据剧情,秦岚应该是只删一巴掌,但是秦岚却反复删了两次,由此可见就是突发事件。 事后秦岚还在社交平台给男演员道歉了,说自己穿的衣服很厚,也并没有真的被开油,这其中的是非曲止。 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,毕竟现场表演,都是要经过很多次彩排的,彩排时,好好的,到了正式表演,却发生了这些事情。 不过也有人说,当这亿万观众的面这样做,岂不是拿着自己下半辈子的职业生涯去赌,没有人会这么傻的,大家还是自行理解这些事情吧。 秦岚和张嘉妮的过往,就要从当年那部剧《又见一连幽梦》说起了, 张嘉妮是从《上千个女孩》中脱颖而出,层层选拔出来,才获得了紫玲这个角色。 而秦岚出场就是被穷瑶阿姨清点的,并且秦岚早就有了扎实的演技水平,在剧中压了张嘉妮一头。 虽说张嘉妮通过这部剧,顺利地让自己小有名气,大家都把紫玲当作了梦中情人。 但是爱与两人之间的差距,秦岚张嘉妮成功成为了双女主的效果。 张嘉妮自然早就心有不甘,2017年两人一起受邀参加快乐大本营的录制, 其中就有一个游戏环节,要求秦岚踩高台上跳下去。 但是秦岚穿的高跟鞋太高了,还没有做好准备跳下去时, 就已经被演技手快的张嘉妮抢先把她推了下去,肉眼可见,下去之后的秦岚都没有来得及站稳,亮呛好几下子。 可能秦岚当时都在后怕自己会瘫痪,大家看到这一幕都在感慨。 张嘉妮对秦岚到底是不是蓄意报复,并且在事后还笑呵呵。 当时的张嘉妮都二十多岁了,也不能再用不懂事搪塞过去了。 十个多年,两人在演习攻略中再度重逢,这次的两人就不再伪装了,拍摄期间遇到了秦岚过生日。 同组的人都去帮她庆祝,唯独张嘉妮选在这个时间去遛狗。 足以可见二人不合得传闻不假,甚至同台宣传,都不会有任何的互动。 也是因为这部剧,才把两个人多年的恩怨得扒了出来,大家都在思考。 张嘉妮真的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人畜无害吗?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?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